它的产品的成本 成本就比中国那边的销售的价格还要高 什么这样是要怎么谈啊 快速了解品牌行销贸易的小知识 轻松获得工作生活平衡的大智慧 素素听普拉 欢迎来到素素听普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光斑老师 最近就是全球迅速的发展 而且疫情之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不管是旅游啊餐饮业啊 所有的东西都开始热热 不管你今天可能周末去逛个商场 或是你去观光景点 你可能会觉得人山人海啊 那市场是不是真的变热热了呢 还是说市场还是依旧的还在调整当中 我觉得针对这个我们最近啊 就是收获回来真的是众说纷纭 有些人觉得说我真的是盲爆 有些人真的是我真的是冷冷清清啊 那到底是盲爆还冷清市场究竟是什么状况呢 我们邀请我们普拉瑞斯业务经理 吉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普拉招待宝 钱钱望来吉多 对对对 你看你的title真的很长 真的要一口气念完 好险平常礼拜五有在跳游养瑜伽 是不是 对啊 要不然一口气要念完那个丹田要有多有力啊 钱钱望来普拉招待宝 对那这一集主要邀请我们业务经理来谈谈我们现在市场的状况啊 因为真的是众说纷纭耶 有些人感受很好 有些人可能觉得拼拼 有些人觉得哦真是糟头了 我需要赶快来洽谈普拉瑞斯 那我想问一下业务经理你接触多少个厂商啊 我一个礼拜大概会接触20到30吧 那因为主要是如果是实际拜访的话当然数量不会这么多 因为经常都是一个聊就两三个小时 哦对对对 那深入的去了解这样 对但是如果说只是线上去做LINE的一个交流 或者是没有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话确实有到二三十 哦真的 诶那这样的数量真的蛮足以去看一下市场的状态啦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现在到底市场是好是坏啊 从国内来讲的话其实在台湾整体我感受到的很多人给我的回馈啊 那其实没有那么好 为何 那你说我自己本身在有时候因为客人跟我讲不好的一个情况 有两种可能嘛 就是你卖来探外景 哈哈哈哈 我没钱哦 我没有钱做 那你这个是第三个 对你这个是第三个 OK 我前面还有两个一个是诶真的他状况不好 OK 他需要人家帮忙 对他可能真的需要协助 那另外一个是想要溢价 哈哈哈哈 但是我会去看他的一个真实情况啊 因为我们的客户接触都是很长时间的 大概三年啊五年啊十年都有可能 而且在台湾传统制造业这个产业的人们啊 都非常的脚踏实地 而且很肯付出 很实在啊 确实比较不复杂啦 所以其实如果他说他状况不好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很长时间的接触 整个前头故事是可以做呼应的就知道说 哦他确实是状况是真的不好 还是只是他觉得赚的不够多 还希望更多这样子 那这个也回归到说 如果你的工厂技术是比较高端的 那当然你被复制 被竞争的对象就会比较少 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我不用高端这个事 应该我会讲的是特殊性 特殊性 对就是你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的去做取代或模仿的 那他有可能不见得是高端的 他只是很少人在处理这块的事情或这块的问题 因为他可能会是跨领域的知识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是我们都知道射出这样的一个产业 它其实是需要涵盖在模具原料和射出机 它是三个不同跨领域的专业 才能射出一样产品 哦 一个东西能不能成型它的好坏 那如果说只是一般的 你可以跟普明说什么东西 举例一个生活上常见的用品 是射出成型机所射出来的 塑胶针头 哦塑胶针头 打针那个 对 你看哦他可能韧性刚性 那这个东西会影响模具会影响 这个在疫情之间应该很夯吧 对 要打疫苗啊 对啊那这是特殊性 那应该爆单吧 对啊 那你看这个特殊性可能是 技术上的特殊或者是沟通上的特殊 有一个人去统整 跨领域的方式去跟射出机的 还有跟模具的 还有跟原料的去做沟通 那这个角色 他其实就是一个特殊性的角色 对 他不能说他是高端 虽然说这个塑胶针头也许他有特殊性的话 他是变得比较高端少见的 嗯 但是这个 这个人这个角色他同时要 跨不同领域知识的话 他就是他的特殊性 那这样子的话他的可能就是20%里面的 哦 他就是这样子所谓 能够把市场的那个稳定性hold住来自于他自己本身企业的特殊性跟他技术的特殊性 没错没错 这个看起来就是像在整合能力上面的一个区隔耶 是啊 没错 所以如果你当你这个企业你的整合力越强的时候你在市场的竞争力真的是会越强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其实嗯我们在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就是近期都大家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多数人觉得不好 那少数人觉得还可以甚至会说跟疫情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有我这边有次客户是这样子的哦 就是说疫情里面反而是有所成长的哦 嗯那你这20%里面他们有在经营国际市场吗 有啊一定都是有在经营国际市场 是哦这样子哦 如果只经营台湾市场还是那20%里面的那他真的是很特殊哦 哈哈哈他应该是在处理某些事情的 OK 对对对就是台湾你看因为台湾的需求我们都不觉得他是非常的高 哦是 对除非他是呃例如比较跟集团的沟通会比较强的啦等等的 就他是特殊性有我手上有这样子的客户 嗯就是他是台湾市场为主然后在疫情间还有成长的 哦真的了不起 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那个都是他有特殊的一个渠道或者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沟通的一个方式 这个一定跟你配合很久 有这种客户也是配很久 但他很早他的他的那个整合力就就已经进来了 对 否则他不会找到你啊 可是没错没错 他就是你你可能在疫情前就已经在做这些布局你讲的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他都有一种 例如说大集团或者是这种拆购的 他他会接触他可能已经超过五年十年 对因为能够提早去接触就是外面的一个行销团队来辅助自己的企业品牌 这样在我们台湾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观念里面算是很新颖的哦 对 如果他又在早五年到十年之前就开始在合作了 那这个真的是跑得很快 但他们也知道台湾市场就长这样子 是 小小的 所以他们也努力的在做国外的一个推广 对啊 国外他们的相交都弱很多 对啊国外你一定要打群架啊 对一定要往就是要往外推 他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玩法 哦对没错 那目前国际市场是呈现什么样的状况有听说吗 有 国际市场是真的是就我们刚刚讲的台湾的厂商八成都觉得没有那么好 是 但是在国际上面不管是透过我们的prm的数据 还有包括我们去展览上面实际得到的这样子一个感受 都是有买气的 哦对而且这个数据很可靠 因为prm他们是塑橡胶业的贸易平台 所以上面每年都会累积大量的数据在上面 因为他每年都有在做一个平台的曝光跟买主的进驻 还有他实地的去收集精准买主名单 是真的是去参加六个国际展览以上 所以他的数据真的是还蛮可信的 对因为他们是接触第一线 所以你说买气这件事情就代表成交不见得 但是他们是有购买的需求的 对 那他们在找适合他们的产品或他们想要购买的产品 对但是这边我们台湾反而感受是没有那么多 那可以请极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台湾厂商温度没有那么回温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的厂商他用以前曾经成功过的方式 试着想要在现在的环境复制同样的成功 哦对啊当然啊我都成功过一次 我再复制一次我的成功经验法则过来就好啦 他是听起来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有些情况是整个环境已经整个换掉了 跟以前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 少了这个评估点 对因为就像是以前的人是很靠关系 哦对 但是人情温度 没错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相处 现在如果有二代起来的话 那我相信他的整个企业文化 尤其是开始是二代去做掌管 甚至三代四代的话 那个跟一代的那个人的那个接触度 应该不会到这么的强烈哦 对我想打国际市场也没有办法用 温度这件事或关系这件事就直接了当的解决掉 很不容易对他没办法不太像以前这么久 因为以前只剩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渠道 以前在国外购买东西的时候很需要那个砍膠瓦的 砍膠瓦是什么砍膠瓦是什么 砍膠瓦就是说千关系的这个人 就像是经销贸易商 那你说贸易商他在 可以算是引荐人吗 可以算是引荐人 引荐人或者贸易商这个角色 贸易商在赚的是什么 赚资讯落差 对 我这边有获取不一样的资讯 你这边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 哪里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 例如说我人是在阿根廷的 我不知道我要去买什么样的设备 可以生产我要的袋子 我不知道 然后网络也找不到 因为那时候的网络不方便 所以我只能靠知道这个是讯息的这个关系的人 那告诉我说 原来台湾这边有的人可以撑到这东西 然后引进进来 但现在完全贸易商他们很难存活 是水平化 因为网络上资讯随便一查 大家都在做 都很轻易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资讯的落差的 那个利润被稀释掉变薄了 对 所以它就是其中 它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的话 资讯更加的发展不一样 包括说他们在技术上 或者是品牌 这些效益的一个崛起 都会影响他们在购买这边的一个欲望 好那这样子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不能再用以前成功的经验法则 运用在现在的环境 那首先我们要先理解 现在的环境要怎么去突破 所以现在国际市场的环境 到底是什么 国际市场的环境是 第一个还是有需求的 但是我们究竟要如何让 这些有需求的人 最后会选择我们台湾的这些厂商 他们的品牌或者是产品 那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厘清我们的定位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在跑这个市场的时候 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必须去面对一些未来 或者是现在 就已经不可去否定的一些事实 举个例子 我越来越常听到很多的厂商说 它的产品的成本 成本就比中国那边的销售的价格还要高 什么这样是要怎么弹啊 都要怎么玩 我的成本就一百块钱 结果中国那边给我卖八十 我卖一台可以赔二十 哇不就好开心 是啊 但是他们中国跟不只中国吧 现在还有印度不是吗 对啊 以大量制价 没错没错 以量制价 所以这如果是一个事实的话 那我们得看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那他们可以做到程度 很明显就是他们有大的量 还有他们有一些原料的一些优势 还有大量生产的这个优势 那这很明显并非我们台湾厂商的一个优势 嗯 那我们台湾厂商的优势 根据你的观察 你觉得会是什么 那PRM这边就讲得很好啊 我们确实是国际研发的陪跑者 简单来讲客制化 是 我们的客制化跟技术研发的能力很强 没错 但是我们都知道客制化的这个东西哦 它是 它是比较辛苦的 嗯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这个很辛苦的情况的话 其实我不觉得中国会在短时间内 会马上想要获取这一块 连这一块的饼都不给我们吃啊 嗯 因为你有更好吃的这种 大量生产的这种东西就好了 你干嘛要去搞那个 沟通周期超级长 然后还不见 然后风险超级高的这种客制化的东西 哦 所以我们要抢在就是中国大陆 恢复意识以前 先把这一个 这一个市场给它抢占下来 是啊 就是客制化的市场 像HERO也讲的很棒啊 他说 台湾的定位就很像意大利 手工雕刻客制化 哦 我觉得这个可以走出一个 更有质感的一个路线 没错 因为我们必须 不是我们要不要 而是我们先去分析 自己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那一定知道说 因为竞争对手就是长得那样子 他们就会抢那一块饼 我们又没有这样子一个 能力去抢那一块的话 那我们势必要找出 我们适合我们去生存 活下来的那种 business model 对 这个我蛮能认同的 因为包含像我之前 跟几个我们自己普民们聊聊啊 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企业 原本是一些代工厂 但他们代工的都是 国际知名品牌企业的产品 所以就是他们能够通过 这样产品的认证 其实他们能够制造出来的品质 就已经真的是国际认证的等级耶 所以那个不是说 我今天用很粗糙的量来 来 没错 来战市场的 对我们其实就是要找那一块 就是找客制化 比较偏客制需求的 这样子一个客户群 那它可能是量少 那接下来的问题会是说 台湾其实还有一个比较 我认为是辛苦 然后甚至是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止客制化 而且我们价格 还要很有竞争优势 是 其实这件事情是可怕的 我觉得这跟我们台湾人的 本性有关耶 我会觉得说我赚我该赚的 不该赚的 或是过于暴力的 我也没有想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们都是抱着一种 永续经营自己的企业品牌 那种心在经营 但是我们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 你要么就是量到那个位置 要么就是价格到那个位置 是啊 对你不能量不到 价格又要降 然后又要客制化 没错没错 但是台湾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文化 就是大家对于 价格部分的话 他们很难去拉高 客制化它很难拉高 会不会是 其实会对自己的技术 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可能对于 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度如何 可能不是那么清晰 以至于信心度不够 我认为是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 包括客户在于 购买的时候 对你的品牌的认知 也是很重要的 OK 这样讲好了 就像是我们知道的这种法拉利啊 Poche啊 它更高阶的 那它是客制化的这种车子 它光是 这个牌子就很大了 还给你客制化 哇这个价格应该是天价 把它当艺术品再看了 那我真的找出所有 整个在解决这个八成 还很需要努力 厂商们的一个解决之道 就是赶快来走 普拉造成业宝 前前往往来的极多啦 因为其实刚刚讲到 一个很关键点 就是对于市场的趋势 跟状况跟产业的整个变化 不是那么的熟悉 或是有点朦胧 可能能够去收集到资讯 都是比较自己周边的 那整个格局化 或是整个全面的市场面 就需要仰赖 就是外在的团队 或是像我们 普拉瑞斯业务经理 极多这样子的一个 角色来帮你去传递 这些市场的状况啊 产业的分析啊 可能会来的 更能够修正你现在的 行销方向跟品牌 应该走向哪里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呢我知道了 普民们赶快预约起来 我们普拉瑞斯刚好 七八月是客房请 然后也有提供一些 品牌网站企业的见解 这样子 赶快预约我们的极多啊 那如果太顽强 想不到就 有哦 我们有限制 那台北厂好像只有 100个厂商 可以做一个线上见解 就是从七月开始排 排到九月这样子 对 那100加过后就没啦 就没有这个见解 免费的见解活动啦 那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譬如说真的来找你聊聊 要聊什么啊 我会怕尴尬呢 不会啊 我们第一个是先了解情况 就是 真的 这个整个市场的状况 对于你们公司的一个影响 可是我不想要被推销呢 我没有推销啊 我是分享资讯啊 我又没有进去 要不要买口香糖 没有啊 我就说 我又没有进去 就是说 这个要签约我们才能继续聊 没有啊 就是先聊聊看嘛 看有没有大家合作的 可能就是你好我也好 这样一起去努力这样 对 其实 近期我得到了一个 很棒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回馈 就是 他说 跟我们合作的时候 他是真的帮我们当伙伴 对啦 我跟你说 早期普拉瑞斯 就像一个外挂的行销团队 对 早期 现在也是啊 是 我跟你讲 现在更全面啊 现在还有我们的 那个国际行销团队啊 他们整个就是 在帮你做国外贸易 外销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推手 对 跟广告一个非常有利的 有效的行销 嗯 我们跟客户就是一个 合作的伙伴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不只是 外挂的行销团队了 我们是合作伙伴 品牌经营者 外挂的品牌经营者 是是是 那个类似没同了啦 我跟你说 那个真的是 以前只是 只是真的可能 就是依据你要的 提供你一些服务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比较偏向 是顾问式的服务 可能会融合一些市场的趋势 以及就是整个你整体的 品牌理念的梳理 一直到最后端的 我如果要打国际市场 我应该可以怎么去打 所有的策略的制定 OK啦 所以其实 因为我们这边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资讯和团队 嗯 所以其实在做一个见解的部分呢 我们确实可以从比较多的一个角度啊 来对一家公司企业去多了解 它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对 我们连顾问服务都是可知化的 是没错啊 因为要针对它的需求跟市场嘛 然后它的想法就是 它就像我们最刚开始问的 你是真的没有赚到钱 真是赔钱没有赚到钱 还是你觉得赚的不够多 对 就是它里面的因素跟影响分子非常多啦 我有从普迷们那边收集很多问题 想要问业务经理啦 不过我们今天这一集啊 我们就先留在这个 体会一下现在市场趋势的一个感受度上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接下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或是直接来找我们聊聊 那下一集呢 我们会想要再问问更多 我们可能台湾厂商现在面临市场挑战竞争者 众多的状况之下 该怎么面对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再邀请业务经理来跟我们分享咯 今天这一集谢谢业务经理极多哦 谢谢大家 喜欢这次的主题吗 或是有什么想听的主题 欢迎在Podcast底下留言 或是到我们普拉瑞斯FB粉丝专页留言哦 速速听普拉 我们下次见 我们每周上更新哦